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崇泰 昨日被裁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及條件 被裁定當然選委登記無效,並且即時喪失議員資格 鄭崇泰被DQ的理據是什麼呢? 盜插國旗拘棋? 還是他前年七一衝擊立法會,他身處大樓內的角色? 還是背後還有更嚴重的致命死因? 諮審會審查個案時,會參考法例內負面清單所列出的行為 其中包括宣揚和支持港獨、自決、全民制憲、侮辱國旗、國暉等 原來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香港復興會、熱血公民和普羅政治學院三個組織 以黃毓民、陳雲、黃陽達、鄭崇泰和鄭錦滿為代表 宣佈在五區參選,並以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為共同綱領 在他當時的聲明中,提到要發動更激烈議會抗爭 希望啟動民間修憲,及至修憲工作完成時 全民制憲委員會,將會發動五區辭職補選,變相公投新憲法 結果公投制憲運動未能成功,只有鄭崇泰當選 這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的綱領,明顯內入了今時今日 諮審會負面清單的範疇當中,曾經高叫全民制憲 或者就是鄭崇泰今天被DQ 的真正主要原因 鄭崇泰昨日回應被DQ 理據時,自認非常合乎愛國愛港資格 但又表示尊重諮審會的決定 2016年,鄭崇泰曾經在立法會會議廳,公然到插國旗區旗 避兇侮辱國旗及區旗罪罪成,罰款五千元 前年七一立法會受到暴力衝擊和大肆破壞 當時身處立法會內部和暴徒混在一起的鄭崇泰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這些行為叫做愛國愛港嗎? 鄭崇泰透露早前曾經收過諮審會幾方面的查詢 涉及問題數量並非一兩張只可以涵蓋,而是達到一來買口的文件 當中除了提及以上兩件事,還包括過往出版的書籍 作為立法會議員有沒有履行憲制責任等 看來鄭崇泰的問題多到一羅羅 他又相信諮審會的決定是與個別事件無關 而是基於他過往曾經批評和提倡改變制度 即是說鄭崇泰對於自己過往所作所為,心知肚明 現在去喪失議員資格,損失兩個月的酬金和約滿酬金至少110萬 更加五年內不能夠參選立法會 完全是自作自秀,咎由自取